好 上網去 巨大的哈密瓜球 來 到了 嘿 大家好 我是 戴刀知識 三體 那我們現在來到的是這個 西章農協名產中心 門口有一隻超大隻的哈密瓜球 那我們就進去逛逛 說到北海道西章 我想大家第一個想到的 一定就是哈密瓜 但具體來說 西章的哈密瓜到底特別在哪裡 大家知道嗎 西章哈密瓜的種子是特別的 據說只能在西章室內流通 所以其他地方 要種出跟西章相同品種的哈密瓜 幾乎是不可能的 而且西章哈密瓜是以 特秀 秀 優 良 這幾個專屬於西章的區分方式 來區分等級 又以其他區域 像是富良野 或是共和雷電 等地方做出區別 西章哈密瓜 就外觀上 與北海道其他品種的哈密瓜 略有不同 網狀的紋路 呈現方式也不太一樣 總之 就是有著 專屬於自己的特殊性 算是可以讓人一眼就望出 啊 遠遠擺著的那顆 就是西章的哈密瓜 另外在口味上 我覺得有別於單純的甜 西章哈密瓜在糖度 香氣 以及口感的細緻度上 都維持了一個微妙的平衡 這種剛剛好的平衡感 一口下去 生產者們 關注於其中的熱情 與嚴格的品質把關 化作了 風醇的香氣與甘甜的口感 在我們的五感中呈現 果然 夠資格 被稱作是 天之恩惠 我Q啊 我在洗腦的頭髮 一支比較像果凍 對很像果凍 真的不一樣 西章哈密瓜果 還是西章的救命稻草 吃完了西章 遠近馳名的哈密瓜 今年總算一次把 北海道三大哈密瓜 都吃過一輪了 想看單體的使用心得 可以到 北海道知事的粉絲頁參考一下 下一站 我們就決定 造訪當時 冬天拜訪西章時 不得其門而入的 修巴羅湯 順著當時的路線 取代白雪的是 路邊翠綠的雜草 沿著波道 持續往上 沒有了積雪的阻礙 總算是可以明白 當時的確是走錯路啦 進水場 所以我們那時候開完 人家進水場裡面去了耶 在我們回頭有一些東西 可以介紹它嗎 這個也混進去啊 這個也混進去啊 所以那個霸頂 就只有那個地方可以進去 我們冬天進不去的時間 大概施工 正確的路線 在這次 總算是沒有施工牌 來阻擋我們了 順利的 我們來到了水壩的壩底 用製糕點的視野 來欣賞這座 全日本第二大的人工湖吧 那它車子是停在外面 然後這邊人是可以走上去的 就可以到水壩的頂部 然後後面就是我們之前冬天來拍過的 那現在是夏天啊 看起來水還是挺多的 四張シュッパロコ 是由シュッパロタム 於完工駐水後而形成 湖泊本身 是日本第二大的人工湖泊 而シュッパロタム 則是日本最大的多牧地水庫之一 除了調節水量之外 也提供了民生 農業用水及發電的功能 站在壩頂向四周瞭望 據說湖的四周通通都是紅葉 在秋天的時候 周圍的紅黃香間 將倒映在湖面之上 反射著晴朗的藍色天空 是西章著名的賞風名勝之一 除了優美的景色 シュッパロコ另一個有名之處 便是其湖水之下 埋藏了許多過去的記憶 在冬天時我們曾來到這 掌勤過去大西章的城市及鐵道遺址 而在靠近大壩的這側 則是沉睡者全名為 下西章森林鐵道 西章月線 第一號橋樑的 幻子橋樑 三弦橋 這個橋樑最大的特色便是 橋的斷面 均是由三角形加上四角錘 所連結而成 據說是當時的記述者 也是非常珍貴少見的一種 橋樑設計方式 但很可惜的是 如此珍惜的橋樑 最終沒能被保存下來 隨著シュッパロタム的竣工駐水 於2015年3月後 便正式地沉入湖水之中 如今要目睹三弦橋的風采 僅有在水庫的水位極低的干旱旗 才有微乎其微的機會 看見橋樑的上緣浮出水中 根據我所裁約的資料 最後一次有人見到這座橋樑 已經是在三年前的2019年 而單體 嘛 一如既往的 運氣不是強項 所以無論是上次冬季 或是此次夏季前來 都沒能親眼地目睹它特殊的身影 幻子橋的名號 看來也絕對不是朗德虛名的 離開シュッパロタム的霸底 我們繼續往前方探索 記得之前在冬天前來時 整個上午幾乎都見不到一個人 所見所聞都充滿了一股 與世獨立的寧靜氛圍 相比之下 夏天還是熱熱熱不少啊 那我們現在來到了一個 哇 之前冬天 完全沒有辦法進來的地方 這個就是鹿島的展望公園 那鹿島頂呢 那個消失埋在水中的城市呢 就在這邊的下方 那在前方 就那些水 在下方 埋場 這一座城市啊 冬天的時候啊 都以為 湖面大概就是在這個位置 其實 夏天來的時候才發現 湖面其實還蠻遠的 就是這條道 這邊是有一條道路下去 一直到那個橋樑的位置 在過去才是湖面 來到當初被積雪掩埋的 鹿島展望公園下方 可以看到 有人將重機 騎下去 到靠近 水面位置的痕跡 在那裡 就不到 我想 不是好奇 想下去遺跡探險的遊客 就是想跟水庫中的魚類 好好交流的釣游客吧 望著湖面 這裡沉睡著 過往大西張城市的繁榮 向下望去 與冬季時的一片解白不同 雖然說 水位仍然蠻高的 但 至少 已經能夠發現一點 過往的蹤跡 舊國道的 道路位置 僅存的 一點鐵道痕跡 嗯 我想 比起整片積雪來說 已經是一個大躍進了 算是 補足了冬天 遍尋不著遺跡時的遺憾 不過 啊 又有點後悔 這次不是專程來這 顯然 不夠時間 下去走條探險 結果上來說 嗯 好像又不知不覺的 留下遺憾了 好吧 既然 都來了這麼一趟 我想 至少也要將 新建的白銀橋 走過一輪吧 當車輛 駛入橋上 與狹窄的橋深緩緩通過 跨越了寧靜的湖面 與湖下的過往城市 我們 彷彿就行走於 歷史時間表上的 箭頭西線 我們認識 緬懷 並隨著這時間的洪流 繼續前行 這邊是西藏 冬天我們南上 再來的時候還蠻多人的 然後 冬天的時候有人滑雪 就直接 就停在這裡 因為他沒有營業 我們又來到這了 大家還是一樣 都是 修繁的狀態 剛剛在路上 就是 發現一些 還不錯的農場 賣水 然後我們就看到這個 西藏林路 這看起來好像很好吃耶 東大吃 剛剛 剛剛有人在車上已經先客了 那 他就是有 紅豆跟 大豆的 餡 然後那邊的工廠直賣所 有很多超便宜的 西藏阿米瓜 一顆多少大菜 一顆只要 六百元 超級划算的 然後看起來 我們摸這個地啊 跟他這個都已經垂下 看起來就可以直接吃了 我們晚上回家 就可以吃了 來背海盜玩的時候啊 在路邊 你只要看到農場 只賣 不要猶豫 一定要停下來灌燉 絕對有辦法讓你捡到 那個地方便宜的 農場 我覺得擺的比較好吃 擺的比較好吃 擺的沒有問題 那我們 西藏型的 最後一站呢 就是來到西藏的 實探博物館 那他進去是要潛 但停車不用潛 他外面打的廣告標語 蠻好笑的 他說他裡面有 就是壓倒性的 廢墟感 我覺得 這反而引起我心 我本來沒有興趣要繞進來的 但是我看到壓倒性的廢墟感 就會讓我想要進來逛逛 看看裡面到底是怎麼樣 他入館料的話 一般大人的話是720塊 那小孩子的話是440塊 那他有博物館 跟應該是這邊有一個 可能是實探 歷史村 走過去看一下 好 本日公屋開中 實探 實探大概就是 長這個樣子 在博物館的周邊設施裡面 有個北碳系章探礦基地 似乎是個曾經發生過大規模事故的遺跡 而依據一些相關資料 據說系章有個北碳系章新探礦遺跡 也因為發生過重大事故 而成為了滿有名的心靈景點 這兩者是不是有所關聯呢 欸 不能進去 好吧 真的打不開 也沒有鑰匙 好啦 那我們從那個 沒辦法進去的模擬坑道走出來 有點可惜 可能會喜歡那種 廢墟感覺的人 應該會覺得這裡 滿不錯的 可以探索一下 如果那個 模擬坑道啊 有辦法進去 那可能就更好了 也許 下次 螢幕前的大家 可以代替我來跑一趟 好啦 那今天 細章的影片呢 就差不多到這邊 結束了 跑了好多 我們到時候 冬天沒有辦法進去的地方 覺得夏天的細章 好像 比冬天更有活力一些 那也建議大家喔 之後 夏天的時候 可以來細章這個地方走走 至少 一定要品嘗一下 細章的哈密瓜 OK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 我是北海道知識單體 我們就下個影片 下週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會員 宣傳時間 點選訂閱旁邊的加入按鈕 就能知道單體會員 都在B下面嗎 不管你是喜歡我拍攝的圖片 或者是單腿想成為乾爹 先喝咖啡 可歡迎點下眼前的按鈕 放心 絕對不會爆炸 只會獲得 單體滿滿的感謝 謝謝